平時的時間 其實吃了 就真的好少可惠 就是比較薄的質地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el 中完COVID之後 我又健康地回來啦 今天想拍的主題 就是很多很多觀眾問過的 護膚方法 之前有幾段影片裡面 都是素顏出的 包括今天也是 有些觀眾看到都會好奇 咦 為什麼我看上來 好像沒什麼生暗瘡 也要聲明一下 我不是完全不生暗瘡 不過是我用了這些護膚方法之後 就會比較生得少 沒有那麼密 還有就算真的生 也不會說很大顆很痛那些 那如果你也想嘗試減少暗瘡 那就記得看下去啦 首先就跟大家分享 我有些什麼護膚習慣 之後再說用什麼護膚品和補品 那我的皮膚呢 就算是混乾肌 那我是18歲之後才開始生暗瘡 那我的護膚習慣呢 很簡單 只有三個 就是早睡 飲水 和不要碰臉 好像很暗的 對不對 但是這三樣東西對我來說 是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我是夜睡一輪 或者睡得不好 就會生暗瘡那些 至於碰臉呢 我是堅持要擠一至兩次簡易 洗乾淨的手絲可以碰啦 有時候護膚的時候 不少不少都會碰到一些護膚品的包裝 那我就assign了 我永遠都是左手去碰這些包裝 那我用什麼護膚品呢 這條片是完全沒有sponsor的 全部都是我真實每天在用的護膚品 那首先我的護膚routine是這樣的 那其實這個routine是去到我18歲入U那時候開始establish 那我18歲之前呢 是完全不懂護膚的 either是用清水洗臉 又或者用沐浴爐當洗臉奶 那我現在每天起床之後 還有睡前呢 就會用這一隻curo的洗臉奶 那它擠出來呢 就是這個泡泡來的 這個牌子有幾個系列啦 那我用的是藍色 針對普通乾燥肌膚的 那這隻洗臉奶我用了一年多啦 剛剛轉用的時候呢 是真的會感覺到洗完之後 皮膚沒有那種很繃緊的感覺 那用到現在 都還有這個效果的 那所以都不錯 那但是就不可以期望說 用完這隻之後會很保濕 因為它始終都是一個洗臉奶 是清潔用的 那所以最重要都是 用完洗臉奶之後要再護膚 然後就是toner啦 那我也是用 同一個牌子的toner 那也是藍色這個系列的 那這一隻是保濕用的toner 就是用完之後 你再塗cream會容易吸收 那我就會這樣用一塊面 然後呢 就這樣 然後就塗在臉上 夠時間就拿走它 那據我所知的toner呢 就有兩種 一種是保濕用 一種是清潔用 那大家買的時候呢 就真的要小心看清楚它的作用 或者它的成份是什麼 那如果你看到它的成份有denatured alcohol的話呢 那通常都是清潔用的 那一點個人經驗分享呢 這一隻是我第二隻用的toner 那我對上一隻用呢 是另一個牌子的 那我剛開始護膚什麼都不懂 用了都一年多了 但是越用呢 臉越紅 然後才發現原來它的成份是有denatured alcohol的 那所以它是主要是清潔用的 那就是 這隻toner呢 就有分1、2、3號的 那我本身呢 就是用2號 但是用後就發覺對我的皮膚來說 就好像油了一點 那所以現在呢 就轉了用1號這一隻了 如果我洗完臉 然後不用toner 直接塗保濕cream的話呢 對我的膚質來說 就會好像 皮膚還是很乾 然後硬塗了一些東西 好像不太吸收到 那所以對我來說呢 用toner真的很重要 那通常塗完toner就會直接塗保濕cream 但是如果我那陣子生暗瘡的話呢 那我就會在中間塗了暗瘡膏 原因呢 是塗暗瘡膏會比較乾 所以所以不直接塗 就會真的很乾 但是塗完保濕cream 才再塗暗瘡膏呢 好像會隔著一層東西 所以就拿中間點 那我現在塗的也不可以說是暗瘡膏 那我就是用這兩隻 用到塗完了 那這一隻呢 就是抗生素 for剛剛新鮮生出來的暗瘡 而這一隻呢 就是different 那裡面就有0.1%的adapaline 那就是geo4抖印的 那這兩隻都是看醫生拿的 那為什麼我不用坊間買的暗瘡膏呢 那我剛剛開始生暗瘡的牌呢 我也有用的 但是就用得真的很乾 我去到冬天的時候 是整塊臉完全紅了 那再加上暗瘡膏好像對我來說 不是說真的很有用 我可能塗5-6天 其實暗瘡都不是很散的嘛 那所以後來就沒有用到 那至於保濕霜呢 我之前一直都是用同一個牌子的這一隻 但是最近這半年都沒有用了 主要是因為塗完之後 隔幾個小時呢 就會開始有些油 但是我覺得它的鎖水效果都真的不錯 那所以如果皮膚真的很乾的觀眾 那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這個 看看會不會沒有油的情況出現啦 那近這半年呢 我就是轉了用clinique的這一隻 俗稱黃油 用到現在呢 我都很滿意它的效果 那塗了上面之後 blend開呢 就會是比較薄的質地啦 那但是這麼薄呢 保濕的能力都真的很好 那所以這個呢 真的是近期的最愛品 護膚品呢 就剛剛分享過幾種啦 護膚是很重要 但是對我來說更加重要的是保濕 那在之前的影片裡面呢 也有提過 我吃了保濕之後 才正式開始叫做 幾乎沒有生暗瘡啦 那我現在吃的呢 Jameson的Vitamin D3 和Omega 3 那這兩隻主要都是增強抵抗力 減低身體嚴性反應的 那為什麼我會開始吃保濕呢 Long story short 那就是我開始生暗瘡那一陣子 那些生活習慣和作息 都是有史以來的 不健康啦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research 然後就覺得 會不會我的抵抗力不夠好 所以才生暗瘡呢 那所以就 再research 然後呢 就選擇了supplement式啦 那在我的護膚管理裡面呢 我覺得最有用的 就是這兩隻保餅一起吃 那好老實講呢 前陣子我中covid的時候 可能那陣子的免疫力差一點啦 那所以我也有繼續吃保餅 但是也有生了兩顆暗瘡 不過除了那陣子平時的時間呢 其實吃了保餅就真的很少可會生 這條片呢 就是我的護膚方法大全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的方法啦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要去了解自己生暗瘡的原因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和膚質都不同 我是因為睡眠和抵抗力 會影響我的皮膚 所以我用這些方法的時候 都很有用 但是當你不是因為這些原因而生暗瘡的時候 那可能這些方法對你來說 就未必同樣的有效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護理方法 是對你的皮膚有用的話呢 就記得留言留言留言 一起分享一下啦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Follow我的IG 我們下條片見啦 Bye Bye 沒有觀眾看到這裡呢 如果有的話呢 就是忠實觀眾 可以得到高級情報 那就有點更新啦 我出片這日計的話呢 就下個星期會有一個 是眼睛的小手術要做啦 不過其實現在都沒有很肯定 做不做到住 因為都要等檢查先 那如果做到的話 就希望對眼的復原可以順順利利 不要影響到出片的進度啦 那如果影響到的話 就...